进入了秋冬季节 皮肤容易干燥 许多爱美女性都会想办法保湿 让自己的肌肤看起来水水嫩嫩 但是您知道吗 想要保湿的话 其实呢要先保油 美妆达人奥利维就表示 透过精华油的保养 才能够让肌肤真正获得滋润 如果不习惯的话 不妨可以先从油水各半 也就是用化妆水和精华油混合使用 保证让爱美女性水荡荡 进入了秋冬季节 冷嗖嗖的天气 让皮肤也跟着干燥许多 但要怎么保湿呢 在网络部落格极具影响力的 美妆保养达人奥利维就指出 台湾女生大多是混合性偏油肤质 长久来错误的认为 只要为肌肤补充水分就能保湿 但却弄得自己又干又油 台湾的女生她其实 整个观念都大错误 因为她不该是持续的一直补水 她应该的是要先把油保养的部分 做好 那油保养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就跟瘦身一样 很多人在瘦身的时候 她都完全不摄取任何的油 那你会发现她虽然瘦 但是皮肤变很干 我觉得这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女生就是人体 我们除了需要水之外 其实也是需要油粉的 所以想要保湿 第一步就是要先做好油保养 只是许多台湾女生 还不太能接受 让自己的肌肤油油的 奥利维表示 不妨可以先从油水各半混合使用 让自己逐渐适应油保养 用这样的油再混合这样的化妆水 然后就是让这个油的质地 比较清爽一点 另外的话呢 就是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产品 因为像这个品牌的精华油 它其实是一半是精华液 一半是油 然后它挤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油水混合的一个液体 然后让那种比较不太敢用油的人 可以接受度比较高一点 另外也可以多多利用保养小物 以敷脸毛巾来促进肌肤吸收精华油 这样的敷脸毛巾如果就是 先用热水把它弄湿之后呢 然后敷在就是涂了油的脸上 让它吸收十分钟 再进行后续的一个保养 至于冬天该不该去角质呢 奥利维建议可以利用乳液来软化角质层 切记用过于激烈的方式 以免发生过敏或者是伤害皮肤的情况 任何的肤质都可以试试看 用乳液去角质 你直接用化妆棉加上乳液来去角质的方式 然后慢慢软化角质 一样也可以把一些老费的角质带走 不见得要去用一些化学的方式来刺激肌肤 另外也提醒不敢用晚霜的女生 可以敢用比较霜状的晚安面膜 而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油保养品 也都相当清爽 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参考 掌握保油原则 让自己在这个冬季依旧水嫩又端端 记者杨房友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